我當時自己都是打工仔來的 所以經常吃頹飯 香港人做事這麼辛苦 都是餵兩餐而已 希望他們可以吃好一點 有多個選擇 沒什麼讓開店比死更難受的 因為你基本上是 由頭到尾所有要自己做 裝修好、設計好 傳單、菜單、圖片等 全部都要借舊 新開的套餐如何? 試試吧 前後投資了下來 小店來說不太多 百多萬 現在開了七個月左右 所以其實還未可以去到收支平衡 要些什麼? 手架開桌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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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本身的漢堡已經賣得便宜了 因為真的自己手架 不是直接拿貨回來的 單點價都是五十八塊 如果大家試過一些食物都可以 可以支持小店 繼續給大家有更多選擇 平時我們會買四、五十份 如果這次我們預計到會做二百五十份 可能要做五、六倍的份量 所以會提早四、五天 每天做多些 每天做多些 收好店之後就要再做 有些新鮮的食材 例如蔬菜、雞蛋 那些就要真的前一晚的時候去做 如果你再提早些去製作的話 那會壞的 當日就會多了大概有五個人 可能要出動自己的朋友和老婆 都出來一起幫忙 經過多次改進之後 其實我們覺得自己的漢堡 都是有實力的 只是不夠多人認識 所以希望今次的蘋果優惠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藉著這個新的這麼大的平台 可以幫到手 嗯